2024台北年货大街年货一条路 请接下 在台北市副市长林逸华 台湾商圈产业官发展联合总会总会长周水美 台北市商圈产业联合会理事长洪文和 及各大商圈理事长代表一起揭幕下 2024台北年货大街将在1月26号正式登场 迈入第29届的台北年货大街 不但是全国各县市争相模仿的对象 今年更结合十大年为商圈推出年货食材 生活与饷宴四大一条龙服务 我们现在有年货一条龙 就是我们的梨化街的年货大街 再还有生鲜食材一条龙 那家是哪里?荣宾 我们的商店街 再我们还有桂林 我们要过美好生活对不对 所以我们有几个商圈在美好生活里面 包括有我们的台北地下街 包括我们的华音街美车商圈 包括有我们的后站商圈 还有包括我们的园林街商圈 也包括我们的四平阳光商圈 这种美好生活的部分 现在还有饷宴一条龙 这个饷宴吃东西这方面 所以我们要谢谢我们的蒙甲商圈 那商圈包括有四个夜市 今天讲有我们的蒙甲华西街 广州街 吴州街 今天都来了 然后另外呢 还有我们的宁夏夜市商圈 再还有我们的永汤国际商圈 为了方便民众采买年货 台北市政府今年也首度推出 免费接驳车服务 从1月26号到2月8号为止 民众可以达成中巴快速往返北门 捷运2号出口 迪化南北街 及后车站商圈 如果不想人挤人 也有线上采购服务 这次有一个就是有接驳公车的部分 大家可以从北门站 很方便 所以大包小包不用怕 因为有车子可以来载你 再来呢 还有我们就是有 不管线上线下 也让一些没有办法来到迪化街 他可以在网上 一样可以来做相关的购买 所以其实各方面都非常的方便 作为台北连货大街发源地 每年总会吸引无数民众 前往采购饼干糖果与南北干货的 迪化商圈理事长郑文和也希望 未来将连货商圈扩大到 梁州街民权西路 让迪化街这条巨龙在龙年奔腾 连货大街一直以来都是以南京西跟 这个龟岁街为主 包括周边的民众西路 可是现在因为梁州 龟岁街到梁州街 阶段很多旧有房子 已经就修筛完毕 而且又目前进驻了 很多文创的商店 现在这搞得很热闹 所以我是想下一步 就要把连货大街 以后要扩大几半的范围 延伸到梁州街 然后再进一步到 这个民权西路 就是所谓的捷印站出口那个地方 除了十大商圈 以美味小吃文明的 林夏夜市及蒙甲夜市方面 也配合台北年货大街活动 推出过年夜市不打烊活动 让民众从过年到元宵节 一路好吃好买 林夏夜市更推出升级版的千岁宴 目前订单已经突破200桌 所以说集合国台客三大主局 原住民家新移民的特色餐点 然后这一次从林夏夜市出发 扩及整个大道城 因为配合这次年货大街 大大的升级 从我们的装潢开始 到身上穿的这些衣服 都是很讲究的 这是抗病静灭病毒的衣服 就是为了保护我们的消费者 然后包括从使用的碗筷 要符合现在ES级的标准 全球环保现在进行室 这些餐具们 它在使用的 在生产的过程是排烫净铃 在回收的时候是永续循环 百分之百回收 对环境无害 对人体无毒 可以进微波炉 我们从里到外 大大的提升 不管是服务的内容 还是菜色的提升 环境的提升 都做很大的提升 所以这次的千岁宴 值得大家 真的13年后 值得再来试试看 迎接2024年农年 台北市政府春联 福运龙来也正式亮相 副市长林一华说明 福运龙来取其 台语谐音好运都来的寓意 即日起在市政大楼 一楼北区市民服务组 12个区公所 及各里办公处开放索取 另外还有灵活大街限定 吸睛又讨喜的 农好运发财金 福运龙来 我们用闽南语说 就是好运龙来 就祝福大家好运通通来的意思 我们还会有所谓的 发财金的发放 那市长会在五个时间点 到不同的商圈去 大家可以来捕获野生的市长 台北市商圈业者评估 今年因为年假仅放七天 民众大部分会留在国内过年 加上疫情已过 以及旅游暴富性成长 乐观预估 今年商圈业绩 会比去年成长三成 记者张其腾 台北报道